5月1号在台东县立体育馆台东县总工会举办104年度模范劳工表扬 来自60个工会分别临选推增总计95位优秀劳工模范 在劳动节当天接受公开表扬 肯定他们在职场的用心与努力 足以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在我们这个模型选择 不需要这么办 我们这个医生大体上都比较不一样的节目 时间特别 但修宣要感谢人这个 跟你说 团长、市长、国际兵官 如果没有人在后面到上 我们也没有这么办 有这个丁面 虽然没有太大 但是我们也要称称 我称称 对我们台东 四万三千外的劳工朋友 表达 最大的丁面 感谢大家 普通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认真辛劳的付出 为我们 台东为我们的国家 来打招 尤其今天接受表演的 这都是我们 基层工会推荐出来 都是我们劳工的表率 颁奖过程中 无论是站在台上或是站在台下排队等候颁奖的劳工朋友 每一位都在自己专精的职场里服务多年 无论是专业知识或是工作态度 能持续在工作岗位不断进行付出 有卓越的表现 获得众人的肯定 才能复合成为模范劳工的资格 开心的从县长手中接受到这个劳工界的最高殊荣 不仅仅只是众人的认同 最重要的是自己怀着一颗热忱的心 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保持积极面对的信念 将工作完成的尽善尽美 是从业人员所应该具备的美德 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东西新闻张家为台诺市报导